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开讲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不幸公益换不回 我是凤姐 被专家学者称为法税造妖境的太极门假案 前国税局资深集合 黄昏光先生就曾经形容 太极门案怪异之处 多到可以申请金氏世界纪录了 那为什么会这么怪呢 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假案 前税务员史月深 在癌末的时候良心发现 说出了真相 他说太极门案就是侯宽人检察官一手主导的 那我们不禁要问 这样的影片播出后 法务部联证署 有做出任何惩处淘汰侯宽人的动作吗 没有啊 实在令人民很失望 那太极门假案呢 已经引起国际上的专家学者的关注 纷纷站出来发声 有一位英国的知名教授 Erin Becker 他了解太极门案以后 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这件案子 已经经过超过300位的立委出来发声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针对改变没有发生 Backer 教授认为 因为在官僚的制度下 一直有少数的人劫持了政府 那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太极门弟子 来分享这25年来 他们的心声 以及对政府提出建言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从小在太极门练功成长的三个儿子师兄 从幼年就接触太极无话的熏陶 曾经在他们求学阶段 多次为了国庆展演 必须利用暑假或是假日 我开车 载着他们参加多次的双十国庆练阵的彩排 打鼓 舞龙 舞狮 不管寒风 烈日 养成了他们吃苦耐劳的抗压性 25年来 老大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的工程师 有了两个小孩 老二选择投身军旅 也娶妻生子 要雇工作和家庭呢 多少都会肩负着压力 看着他们遇到困难都能一一克服 即使做不好 也懂得调整自己 这些都要感谢师父开启了心智 孩子们会在太极门学习到的团结合作功夫 运用在工作上 家庭中 让做母亲的我心里觉得很安慰 回顾94年度国庆展演 那是一段印象深刻的人生经验 那一年的暑假 在中正纪念堂的广场 我亲自带着三个孩子 跟许多师兄姐一起练习舞诗 七月的太阳浅得特别的炎热 晒得水泥地发烫 光站在太阳底下 就满身大汗 汗如雨下 还要拿着沉重的尸头 或是弯腰扭动那个尸尾 我们母子四个人 看到了彼此的辛苦 心更亲近了 手酸了 腰酸了 它会互相的帮助来拍打 舒缓 身体的不舒服 在每次的国庆展演 过程当中 我们都能抱持着欢喜快乐的练习 体验母子同心同气的功夫 最大的收获是我们 都得到成长的喜悦 孩子们已经是国家社会的栋梁 看到他们在太极门成长了健康的身心 可以神气活现的做自己 但是各位好朋友 你们知道吗 十次邀请太极门国庆的展演 我们这八次上场 一方面忙于国庆的展演 另一方面又要面对 刑案 税案的迫害 糟蹋 这是羞辱国家 还是羞辱国人呢 每次 国庆展演的背后 是国家官员 对太极门法税的霸凌 是不是很讽刺呢 当时轰动社会 太极门刑案 在96年7月13日 基因刑案三审 最高法院判决无罪 无欠税 确定 一个利用假证人被捏造不实的起诉书 本来就不应该接受审理 还一错再错 人头请过啦 越来越过分 国税局难道不知道 在税捐的核克上 如果案件 是由刑事案件所衍生 税捐机关是不可以 不等刑事判决确认 就发单课税重罚 大家都知道 警察机关 调查机关 都是行政机关 不是司法机关 检察官的起诉书 是行政机关的陈述而已 所有的待证事实 都要经过法院审理 才能作为证据 所以 侯款人的造假起诉书 根本不是司法机关的裁判 国税局不能为依职权调查 就直接以起诉书 作为课税的依据 其实 国税局退休的资深稽察 黄昆光先生 也明白指出 太极门案 是最明显的 一个 贪赃玩法 非法课税 太极门师被 监察院 立法院 行政院公认 是致死无效的 非法课税 至今却没有解决 非法课税 却有合法课税的假象 现在真相已经够清楚了 真相出来 假象当然要废掉 却还不撤回 还去执行 不法的行为 竟然零假五月 本来就不应该开出的 八十至八十五年度的 贾税丹前财政部长 你看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查 他就说有逃落多少 八十五年的所得税 他必须在八十六年三月底以后 你才能去调查 人家有没有逃落税 人家都还没有申报 你查人家逃落税 有这种吗 你怎么知道 人家要怎么申报 所以光是年度 就显然没法 税法规定了 我想读法律的人都知道 那个你没有金流 你就不能给人家起诉 不能给人家那个判刑的 但是呢 太极门案 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查到 搜查到两本存部六十一万 结果第二天的报纸说 太极门师傅有诈欺收入 换补习班的所得三十一亿 然后呢 没有证据的 我就讲说 这个写小说也不能这样推论 结果我后来看 为什么会有数字出现 我大概看着说 六十一万乘以五千倍 刚好就是三十一亿 那事后的所谓证据 都是可以证明是假的 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数据 那些侦办笔录啦 什么证人笔录啊 是什么时候做 绝对是在十二月二十号以后的嘛 查税的话会有说 我一派案就知道你逃漏多少 然后才去制造证据配合的 这个东西啊 不要说是非法课税 非依法律课税 那个真的就是所谓的栽赃亡法 第二点 所有金钱犯罪一定要有金流 没有金的 这个没有金流的 然后说去课税处罚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所以这金钱犯罪 第二十八条只是用语客气 他就是不是用说你不能非法课税 所以才说用计算错误 适用法令错误 那太极门案子 你就是计算错误 就是适用法令错误嘛 所以你今天要是国税局 行政执行署 有自省能力 而且觉得说 不管你不要说什么 我怕员工被处分啊 或者什么奖金要退回 这个是非法就是非法 那个部分要怎么处分 那是你内部都出来 人家接不接受 会觉得你有没有还在包庇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这样而不去处理 那这样子的话 整个法制都被你法务部破坏了 经私礼是属于证语而不是守得 就没有所谓的守得税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已经经过 法院的刑事的 这个包括起诉审判的过程里面 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不要再去绕圈子 去做一些其他不必要的动作 大家好 我从小有莫名常做噩梦之苦 刚入社会时 因缘聚会来到太极门 帮助自己脱离了噩梦 后来慢慢了解 民门正派要在现代社会帮助世人 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有些官员不食人间烟火 他们的逻辑不同常人 太极门税务案件 遇到这些官员 有理说不清 借这个机会 与大家探讨 这些官员给全国上的逻辑课 首先 何宽人把太极门害这么惨 尤其是养小鬼指控 让人民这么痛苦 你为什么在太极门联系的 我们太极门是民门正派 这是你的解聘通知书 你明天不要来上班 都叫我们做好 绝对不像美晋说的是什么养小鬼 你不要再说 我很爱我的父亲 我爸爸本来非常支持我来太极门 但是这个何宽人操控媒体 乱说太极门养小鬼 我爸爸竟然相信了 其实何宽人他自己就是个鬼 他看到的是他自己 我们来了 这种苹果 拿走 拿走 每个穿的衣服 看了这段影片让人唏嘘 司法官将痛苦带给人民 而他的逻辑是什么 请看这段影片 我从他眼神里面看到一丝 闪过一丝的阴影 以我们办案的知诫 就是说认为他应该有养小鬼这个事 一个检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永无宁日 这样的逻辑给全国上了大大的一课 凭眼神能办案 比超人 蝙蝠侠还厉害了 如此制造人民痛苦的官员 可以治国 可以执掌联政署 也是不懂高层官员的逻辑是什么了 曾看过访谈节目 侯宽人表示担心司法裁判品质 没办法得到人家的信任 是给予太大的自由心证给他们 这真是讽刺的问题 按照他的逻辑 法官的自由心证太大令人忧心 他用眼神判断犯罪的自由心证没问题 他的办案品质大家请放心 前财政部长张胜和给大家的逻辑课也不少 请看以下影片 太极门事件是由你起头的 搞了18年还没定案 是什么道理 如果你国税几对 你财政部队 怎么会搞到18年还没定案 那如果不对 那你应该赶快了结 还有一次为了执行 你本身还修改公文书 把那个确定执行的日期 把它提早 先下手为强 我出了公文 竟然可以立可白把它涂掉 再改日期提早 我跟他上去执行 世界上有这种 税务人员的这种税务机关吗 政府对人民搞18年没有搞定 那你这个政府有问题 不是能力有问题 就是心态有问题 一定的 投降就不要硬拗了 意思啊 就是国税局投降就好了 你就是没有道理 才会讲这种情绪的话 纵容属下用立可白 图改公文 把人民财产卖掉 跟人民在税务上征送 说了官署不能投降支持 这位官员其他为人如何 不得而知 凭这两点 倒是给国人上了大大一堂的逻辑课 看了司法官 政务官的逻辑课 接下来看一段 事务官的逻辑课 这个逻辑课可大了 法院说的不算 税务承办人员的认定才算 但是请看太极门案件 一审二审成审法官怎么说 那个判决里面一二三审 我们都认定了这个 是赠予性质 那就不应该把它解释成补习班 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是禁施的 这是一种赠予 经过我们法院三审的定验以后 我们详细的论述 起诉书哪里不可踩 所以建单位如果以这个起诉书 来作为科税的根据 我觉得是匪夷所思 谢谢两位法官在严谨的法院调查之后 还原事实真相 请问总统 行政院长 财政部长 法务部长 你们是要国人效法侯宽人 张胜和 陈和发 这几位官员给国人上的逻辑课 还是要导正那样的逻辑 世人都在看 历史都在看 以上分享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气功武术修行门派太景文 在1996年被侯宽人检察官 无中生有 乱前起诉 又被国税级照抄起诉书 开立天价税单 在禅宋十年七个月后 于2007年7月13日 由最高法院三宗宽人检察官员 由最高法院三审判决 确定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监基增法 还太景文师徒清白 国税级应依判决 立即撤销税单 却违反法制 禁于2020年8月 唯把拍卖太景文师徒 修行圣地 且收归国有 国税级末世法院判决 侵害人权 强占民产的行径 凸显台湾人权不张的事实 1219事件案发当天 司法南坡 侯宽人检察官 点火开炮 前省道馆 克枪实弹 重兵搜索 抓走师父 师母 大师兄 使之群人无首 便在媒体放话 要逮更多人 炸爆黑幕弹 制造恐怖 人心惶惶 人人自为 更利用人性弱点 金钱利用 成立自救会 制造内讧 自相成杀 企图全面瓦解太景文 一夕之间 练功弟子 剩下三分之一 心风血雨 无语问昌天 能入门者 有本有一颗善良的心 一万一千六百六十六朵新年 串起我们团结自救的心 二十五年来 从无间断 百善孝为先 我一直都是一个听话 顺父母意的小孩 是父母心中的好孩子 侯检察官以养小鬼 企图污名化太景文为邪恶宗教 我清楚太景文是明文正派 修行圣地 无奈父母说 我那孩子坏掉了 没救了 被他师父下福迷走了 我从天堂瞬间掉入地狱 家族与门派都是我的最爱 从最孝顺到最不孝 亲人的误解 使我痛苦万分 二十多年来努力 终得挽回父母对我的信心与信任 侯检察官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破坏上万家庭的幸福 你却高深 廉政署副署长 二十五年来的折磨 你不用负责任吗 陈志荣教授揭秘太景文假案是政治整数 从二十四年前被政治整数到现在 第一波是 一九九六年一二一九宗教扫黑 其实是抹黑 接着一九九七年开始假税单的整数 整个财政部介入里头 第三波是 行政法院有所谓的徐武峰王法裁判 黄淑林法官没有回避 第四波整数就进入执行署整数 第五波是九一九主委事件 陈志荣认为 太景文案如同假钞印制 本来就是假 是无效的 所以无需再审制度 他是政治整数案件 他指出 荣解决太景文案件的人很多 总统 行政院长 立法院长 法务部长 财政部长 都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 太景文案和九一九主委案件 会变成全世界关心的重要人权议题 重要人权转变 重要的平反议题 所以也让台湾充分地检讨 检视整个台湾法治的发展意识 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平反会获得实践 台湾的人权赶上民主的脚步 那台湾就真的能够获救 唯有太景文案真正的平反 台湾才是真正的民主法治人权的国家 呼吁司法改革不是总统的事 是全民的事情 全民都要站出来 我们现在的付出是为自己 也为后代子孙摩福利 大家加油 不幸公里换不回 不容正义进成灰 看了以上的分享 大家有没有觉得好扯啊 竟然一个假案可以延宕四分之一世纪 政府都没有解决 这是国耻啊 太极门假案已经登上国际媒体 在美联社跟雅虎都有持续的报道 希望政府可以马上承认错误 解决这个假案 不要伤害到台湾的国际形象 真相已经很清楚 我们相信邪不胜正 只带有良心的官员初念来解决 接下来我们来听 手牵手这首歌 祝福 公里正义早日实现 谢谢大家 小时候总想快快的长大 总有无穷无际希望和梦想 我们在风雨中变得更坚强 面对困难从不退让 长大后才发现现实世界公平 正义无法站在我这边 当我正要张开翅膀飞翔 却被谎言还有家乡阻挡 愿挫战总是不断出现 但这一次我们绝对不妥协 我们手牵手一起走 他吻着步伐向前不回头 擦去泪痕 不要再心疼 唱出爱的歌声 我们手牵手一起走 坚定眼神不畏惧的时刻 坚定眼神不畏惧的时刻 正义的希望就在你我的手中 挥洒汗水 我们肩并肩 摆开大步昂手向前 我们绝不会对不公不宜 妥协 我们手牵手一起走 他吻着步伐向前不回头 擦去泪痕 不要再心疼 唱出爱的歌声 我们手牵手一起走 坚定眼神不畏惧的时刻 正义的希望就在你我的手中 就在你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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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ры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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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